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没有决定害怕我自己做多听 希望你能对我说你爱我 如果可以我就不再沉默 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这种感觉该不该放在心底 希望你能对我说你爱我 好让我设计如何愿意 我不是故意的 又到了亲密关系的时间了 好像还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 因为前个礼拜我们推出是香港的专题 受到相当大的回响 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摄影棚里面请到一位 也是非常棒非常棒的特别来宾 是一位才女 在这个过年的时间 我们要推出三口组 因为时间非常紧迫 所以我们麻烦她很多很多的事情 也是我相当感谢的一位才女 那我们欢迎黄韵玲小姐 大家好 盛主持人好 欢迎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单元 那今天请到的亲密的伙伴是谁呢 我的妈妈 你的妈妈 当然是我的妈妈 难道会是你的妈妈 你的妈妈就是我妈妈 一样吗 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看 韵玲的妈妈长什么样子 嗨各位观众朋友 在我们亲密屋了 看到这个黄韵玲的妈妈 哇跟黄韵玲好像哦 妈妈你好 你好 跟我们观众朋友问声好 各位观众好 哎呦妈妈好紧张 不要紧张啦 像刚刚一样多讲一点笑话就好了 你知不知道韵玲已经出卖你了 出卖什么 黄韵玲呢 刚刚跟我们透露一个小秘密 说这个妈妈在家里呢 有一件很糗的事情 就是切洋葱的时候 一定要带蛙镜 而且是 她已经出卖你了 那你怎么办 待会要不要多说一点她的糗事 好 好 妈妈已经决定了 要多说一点 好 赶快赶快 看着妈妈是蛮喜欢造型的 有创业的造型 对 她常常都有配色的搭配 比如说手表啊 它有七种不同的颜色 今天心情怎么样 蓝色 忧郁 就戴蓝色的手表 穿蓝色的马鞋这样子 然后有女儿写一个 这个忧郁的男孩 也是蓝色的要求 好好好 我们先开始来聊聊 这个大家平常不知道的事情 听说你有个非常要好的男朋友 而且是在同一家公司的 因为这个招牌蛮大的 很多消息是不进而走 那你觉得在这个同一个办公室里面的恋情 您个人的看法如何 基本上我是喜欢男朋友比较 不是那么爱讲话的 就是很文静的 她很静吗 不是 因为平常我讲话比较多嘛 那如果她讲的话我就插不进去了 我讲话就接不下去了 这样你就觉得很不舒服 对吧 反正我是关不掉的收音机嘛 你是关... 打得厉害 那这样子就是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 你们俩蛮喜欢打打小牌啊 手受伤是吗 手受伤我们待会有一生来 好 关于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诚实一点 就是偶尔嘛 过年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那时候在忙山口煮的东西 忙了就很累了 那工作做完以后就是跟几个好朋友啊 对对对对 那妈妈对这个男朋友有没有什么意见曾经 我记得妈妈以前讲过说 她希望这个男朋友可以帮我煮饭 托逸 生小孩 我很累的时候就是她要 如果说我工作很累 她要把我接回家睡觉这样子 然后有事情在开车送我出来这样 我想你的男朋友最好是个菲律宾人 这样子就能救到国民音频的义务 好 我们来听听妈妈怎么讲 妈妈刚私底下跟我讲说 说他们两个长得很像是不是 对 你说只要看黄玉玲就可以知道 那个男长什么样子 对对对 哇 有夫妻脸哦 那她对黄玉玲怎么样呢 很好 两个都是做音乐的吗 喜欢做音乐 这样子 那刚刚那个黄玉玲在那边透露说 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消遣 就是喜欢打打小麻将 妈妈有没有跟她一起打过 她自己还是 对对 她自己还是 她喜欢打麻将 妈妈不知道 我不知道 妈妈没有跟她一起打过是不是 我禁止她打 禁止她打麻将啊 那你现在知道她有时候在外面 打一点小麻将的话 你会怎么样 我会骂她 反战 黄玉玲我不是故意的 这就是偶尔一下娱乐嘛 不可以 绝对都不可以嘛 如果不赌钱呢 都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好 哦 因为这个不好是不是 对 妈妈自己也不打的 对 哦 那如果她跟她 她的男朋友 有时候会以止为娱乐 妈妈会觉得怎么样 以后要改过来 以后要改过不可以这样 对 那妈妈刚刚说还很担心一点说 如果现在年纪也不小啦 如果还不结婚会怎么样 会变成高龄产妇 蛮担心的就是了啦 所以赶快希望跟她 这个跟她长得很像的两个 赶快结婚是不是 对 大家都祝福她 好 说出心愿了 来 孙子 来来来 当然我们要祝福她 祝福她待会妈妈进来 不要教训她 你们家是有一个那个 横扁是忠孝传家的 严禁赌博 没有 我们家是要诚实 诚实 对 仁爱 仁爱 孝顺 那我们现在要讲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好像您进口了一个非常大品牌的一个少年服饰 少年的 青少年的 而且现在好像市面上整个百分之八十人青少年都在穿你的衣服 好 OK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 现在很多地摊好像也看到有很多仿冒的 您个人对于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我在这里只是觉得这个地摊好像是跟我们做唱片也是很像 因为唱片有很多那个盗版的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钱去做这个唱片 跟我们花了很多钱去买这个版权 这个衣服的版权是一样 我们真的花了很多心血 因为中间来回就是条件不合啦 又改啦 就是钱不合啦 又改啦 那我们花了很多苦心 如果你真的这样狠心这样 就是随便这样copy的话 那我会觉得会感到很难过啦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听听妈妈是怎么讲的 我们知道是黄玉玲她曾经经营一个服饰店嘛 对不对 那妈妈觉得黄玉玲是不是很会理财呢 不太会 为什么说她不太会理财 因为通常有才气的人都不太会理财 有才气都不太会理财 妈妈刚刚讲说黄玉玲有一点小缺点是什么 比较懒惰 懒惰 为什么 不爱整理东西 不爱整理东西 那你刚刚为什么说她结婚以后 结婚矛盾 对啊 为什么说她结婚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主持 看起来就知道她很好 哦 就是可能不是整理家庭 直觉啊 哦 直觉 就比较懒惰 她房间会不会很乱呢 不会 因为她东西比较少 哦 东西比较少 那为什么会说她很懒惰 就是不整理房间 懒惰就是说比较不主动去做很多事 比如说 比如说作曲啊 编曲啊 就是要比较积极一点 我希望她积极一点 妈妈希望她积极一点 好 我们赶快进去印证一下好了 顺子 来 哦 刚刚谈这么多了 妈妈讲话都这样子细脚蔓延的 轻声细语 对 妈妈平常讲话就这样子 这样子是吗 哇 跟你讲了很多话 我们现在把它邀请到我们现场来 好 好好再聊一聊 好 来 欢迎这个黄妈妈 妈妈是一个 我刚刚在讲说 家里是不是有挂一张牌子 叫忠孝传家这样 完全要合乎时代 合乎传统这样子 对 我妈妈有一个很特别 她 因为我有一个妹妹很胖嘛 对 然后现在在维也纳念书 她常常跟我妹妹讲说 你要减肥啊 你要减肥啊 她就教她说 我教你一个减肥方法 就是吃蛋糕呢 就是先含一含呢 再吐出来 为什么 知道就是蛋糕就好了 好深的哲理 对 妈妈说的 妈妈是一个很风趣幽默的人 对 那当然 她就在瞪我了啦 你知道妈妈你知道吗 妈妈现在戴的这一部眼镜 跟那个桃子戴的那一部眼镜 有异曲同工之妙 真的吗 完全没有镜片 因为妈妈还刚顾虑说这个上镜头啦 说可能会不好看就把镜片拔下来了 结果想偷看题目的时候说怎么办 我镜片拔下来偷看不到 对刚刚这样的谈话有什么意见 没有 没有意见 你看那是外表严肃 那是内心轻松温柔的很 不过今天也是很高兴请到黄玉玲 因为我想真的 她真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 我想她做过的歌曲 大家都听过 不仅是量多而且值也棒 很多这真是筷子人口的歌 什么改变啦 结婚喜帖啦 她以前的忧伤男孩啦 都很棒 蓝色的高粱海 啤酒那是现在的故事又又高了 好 今天就非常开心 请到这一对皇家的母女来 对 皇家的喔 戴花罐的那种 对 当然也在那边要祝福 这皇家的新片子能够畅销 是的 对 所以今天咱们的亲密关心 甜蜜温馨 明天见了 拜拜 拜拜 这部电影主要在用反讽 跟喜笑弄骂的表现方式 讽刺台湾政府当局僵化的反共教条 揭露大陆死印的共党意识心态 和行动规范 以及在两者夹缝之中 面临九七大线香港人的无奈 尤其片中女公安标准的这种共干言行 以及由于大陆香港生活环境的差异 使得她对外界世界的无知 更是构成片中无数的笑点 像这么一部讽刺电影 你知不知道推荐的 有 好吧 反正我们推电影 什么电影都推荐 那么咱们就推荐吧 您看 最近的开始是这样子的 中党爱国的吴老伯 哎呦 还有吴老伯 您还真是中党爱国 您看看 因为拿到了一张藏有军火的地图 所以带着做香港警察的侄子 阿雄到大陆寻找联络人长江一号了 阿雄 我跟你说 我这边有一张藏有军火地图 是我们当年撤退 不 转禁 哎呦 我留下一张藏有军火的地图 现在不需要去找联络 在这边我们的特工的军队 长江一号 你休息 我走了 吴老伯就走了 喂 喂 喂 起来了 起来了 共产党什么服务态度 共产闭王 哈哈 吴老伯 还有吴老伯 你找特工声音小一点啊 吴老伯走了之后 不料阿雄却在旅馆里面 意外卷入一场凶杀案 您看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哎呦 这个人有问题 这个人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 他那的心理是我呢 这时候阿雄凭直觉感觉到 那个人跑出来的房间 非常可疑 于是他昨天来查看一番 结果他竟然发现 怎么了 杀人录 你什么表情啊 就在这个时候 大陆女公安杨彪姐 浑身赶了过来 有案件发生了 哎呦 阿雯 公衣过境 哎呦 杨彪姐 你干嘛一副很驴的打扮 你们资本主义社会里头的戏 不是大侦探 都是自动装扮的吗 啊 我是从头学来的 好吧 我说嘛 你受到资本主义的一个死想感染了 没有 你别紧张了 你这杨彪姐误把 阿雄当作杀人凶手 命令他要助手把他抓了起来 阿雄在迫不对情况之下 亮出了香港警察的香港标志 我还恨共警察 哎呦 并且 一五 一死 啊 他告诉了他们刚才发生的情况 阿顺 要抓嫌疑犯的话 我看就靠你了 娘娘没问题 刻意 哎呦 顺子您在干什么 哎 不要吵了 阿顺子在私人他的特异工人 什么 哎呦 特异工人啊 怎么从赌盛那部电影开始之后 香港片男主角都流行有特异工人啊 就说哎呦 协议犯还真的被阿顺特异工人 给抓了回来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他 你如果不说的话 就是按十一人民作对 就是按马列思想为敌 就是按斯沃的戈巴基夫 是同一路线的 根据咱们人民版第六十一条规定 我是有权保持沉默的 哎呦 杨彪姐 不对啊 不像的言行举止 我记得上一集审问犯人很凶的 怎么这一集你 可是上一次 我自从听了香港警察说 要尊重人权之后 我就不再对犯人言行拷打了 哦 哎呀 你这样怎么问得出案情啊 看我的 说 哎呦 你们资本主义的人做事情 都有两种原则 双重标准 对 我们资本主义的人做事 如果和自己有关系 或者跟钱有关系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合言越识 如果是别人的 或者和钱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我们做事就没有什么原则 哎呦 还真是样子 你看看 然后你看在阿雄的病患之下 那个闲运犯中说出了实情了 其实呢 我只是个小偷啊 案发当时我正在房里偷东西 至于嫌犯是谁 我也没看清楚 不过啊 我倒清楚的时候 幕后主使人是谁呀 谁呀 香港的刘老大 我就知道 嗯 嗯什么嗯啊 这言不得点说 知道就知道 不可以有含音的口气 嗯 你不能有不相信的孝顺 哈哈 还用白色的眼光说 哎呦 哎呀 你看他口水顺的 好 于是杨表姐绝对带着两个 那个助手到香港去档案了 你看看 阿顺 封衣墨镜 哎呦 你看看 又穿上封衣戴上墨镜了 还不承认被感染 好吧 咱们继续看下去 杨表姐 这个人怎么处置 他们不会怎么处置我的 咱们这儿人只要有机会 到香港出差 就什么事都不管了 哈哈哈哈 我的心里 谢谢啊 他的心里 好吧 那咱们继续看下去吧 我让你丢掉什么东西 你脑子挂丢掉 好了 赶快看下去吧 继续往下的发展 你看杨表姐和助手 到了香港之后 还没啦 这是我家啦 啊 你们还没走啊 是因为阿雄的叔叔失踪了 阿雄担心不肯走了 哦 阿雄 阿雄 快快快快 叔叔 老婆 哼 共产党没一个好东西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您就是那种党爱国的吴老婆 你怎么伦络成这个样子啊 哎呦 没办法 我这次来大陆啊 是身负着反共复国重责大人 为了找到长江一号 取出军火 我跑遍了整个中国大陆 身上的钱也花完了 哦 吴老婆 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你看起来蛮聪明 怎么你还相信有长江一号啊 哎呀 这是因为军情的要求嘛 这部电影的编剧啊 跟导演啊 都是香港人 他们把我们两边的人啊 都写得很笨 这样子啊 才能达到他们所谓的喜剧效果 就为了喜剧而喜剧嘛 对呀 这个香港人是没什么政治素养 所以就很肤浅写了个政治喜剧 不相信您看这部电影 就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我看看 我是右派 我站右边 我是左派 我站左边 不要的时候左右不分 需要的时候左右逢人 我是国军三九一事团的舞团长 我是大陆女公安员杨表姐 你还休工警察阿勤 知道啊 我是右派 所以吃东西筷子拿右手 我是左派 吃东西您左勿右筷子拿左手 我们这种不会拿筷子啊 闭嘴 别骂他 人偏右是天生的嘛 偏左战斗力强啊 你呢 我吃英国西山左右都可以 商品主义 无党所终 起来起来 起来吧 无愿被努力的人们 你看 像这种政治喜剧 大多方面不敢拍 台湾这方面觉得拍的不会赚钱 只有我们香港这些人 借那个便宜 那至于有没有讽刺到 我不管 只要能赚钱就好啦 你怕高了九七 我找你算账吗 你不怕九七我们不支持你吗 没关系 到时候我就是加拿大人呐 我们还是赶快回香港办案吧 阿伯 阿伯 红衣墨镜戴着 还有还记得这个 好吧 咱们继续看一下 咱们怎么办案吧 哎哎哎 阿雄啊 你到了加拿大 会不会带叔叔我去啊 不会 小伟又生气了 好吧 咱们继续看一下 就这个香港人认为的政治疯子剧 最前往下的发展 杨标几跟助手到了香港以后 终于查出了某一个赌场的负责人 郎老大跟刘老大有所勾结 于是他们就放出风声 要走私一匹红心手枪了 哎呦 您看看就风声放的 哎呦 而且他打扮成道场兄弟三个人来到赌场 开始要准备放长线钓大鱼了 您干嘛 他不说放长线钓大鱼吗 哎呦 妈妈都困呐 这受资本主义教育的人呐 说话喜欢拐弯末甲 您将能听清楚他讲的 放长线钓大鱼拿仓的给我 啊 我怎么困呐 他说放长线钓大鱼的意思啊 就是要我们引起他的注意 待会赌完就存放你的特异功能了 行啦 压压压压 压压你一手 我压三啊 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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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四 剩二 哎呦 三啊 哎呦 顺啊 您是公然作弊 你怕人家发现呐 哎呦 您放心好了 在我在施展的特异功能的时候 这周遭的人 全部变成了睁眼瞎视 看不下啊 快快 三 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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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二 哎呦 三啊 哎呦 你看阿顺特异功能还真神奇啊 不过这个时候老老大哥 刘老大发现了阿顺的诡异的举动啊 刘老大 莫非他们三人救失 没关系 用阿语试试看了就知道了 你看阿语 是不是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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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desse 是一个暗语 于是拉拉拉跟刘拉拉 用暗语试探之后 终于相信黎昂彪姐 她们的假身份 同时她们约好了 日后交枪时间跟地点了 就这么说定了 三天后我们ホテル见 我说三天后 我们ホテル交枪 我是说三天之后 在ホテル把你们要 交给我们的枪 交给我了 哎呦 你干嘛 真是听不懂了 不过总算是约定好了 最后的高超新快乐来了 咱们赶快继续看下去 这边办上最后 终于到了交枪的日子了 哎 杨小姐 哎 怎么多一个人呢 嗯 多一个人呢 怎么多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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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王 这么一个人 我是谁 多了他们这一个人 他是谁啊 多了一个人他是谁啊 多了一个人他是谁啊 多了一个人把他当作谁呢 多了一个人 我们把他当作是 他的爱人同志吧 哦 哎呦 你看看大家感情多好啊 咱们废话想说 杨大姐这是我们准备的线牌 你们的货呢 在这 哎呦 哎 这是不是叫警察证件 警察证件怎么会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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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概是 阿雄的身份暴露了 哎呦 我身份暴露了 我身份暴露了 他身份暴露了 他爱人身份暴露了 他爱人身份暴露了 那表示我们必须要枪战了 哎呦 大家不要发现杨标准 他们进去身份之后 双方展开一场 激烈枪的大火兵了 哎呦 等一下 各位 从中共使用的武器 这么落后的情况来看 显示我们反共必胜 建国必成 对 我现在有好的武器没带出来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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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大又有神奇了 哎呦 哎呦 你看看这事怎么办啊 阿雄 你看你还没有子弹呢 没有了 我也没了 我也没了 哎呦 怎么办 我猜里面只剩下一发子弹了 娘娘您放心好了 您进门发射我 试试我的特技功能 好 你看这个事 杨标准发射出 最后一颗子弹 哎呦 你看阿雄 你特技功能果然厉害 阿雄还重视谁啊 那个子弹就飞进谁的胸膛 哎呦 你看看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多也没用 所有的坏人 就被一网打尽了 不要看我 我宁愿被抓 好了 这下子好了 子弹已打在地上了 哎呦 阿雄 你的特技功能太厉害了 阿雄 同志 非常感谢你的协助 我要把刘老大 抓回去交差了 您多保重 希望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不可以 不可以 阿雄 不可以 不能跟他们合作 他们的伎量 我最清楚 他们玩的根本就是统战 他们每次都是联合 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但主要敌人被消灭以后呢 再来打击次要敌人 这个次要敌人就是你 还有你 我告诉你 我们两边是不可能合作的 我们有合作啊 什么 红石智慧 哎呦 吴老郭又生气了 以上就本周推荐电影 表姐很好 海峡两岸加上尴尬香港地位 从不久以前开始 就出现了许多真实 或者是电影上的素材 当然这种中国人颠沛流离 流离失所的素材 可以发展成为悲剧 也可以发展成为讽刺的喜剧 不过政治讽刺剧 若表演得好 就是好的黑色喜剧 还能发人深省 但是若表演得不好 那只是运用一些 这个尴尬的关系 运用第三者立场 做些普通的闹剧罢了 表姐你好系列 运用了香港赌片的一些花招 然后再浮面地讽刺了一下 两岸政治上的禁忌 其心态上恐怕不是真的要发人身心吧 不过昨时而言 千百年来中国人因为政治而出现的笑话 好像绝对不是那么好笑的 总有些笑中带累吧 您说是吗 推荐电影 咱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你出现在他身边 有什么才能挽回你的心 我所拥有的只是爱你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你出现在我眼前 要用什么才能抚平你的心 我买了请抱紧我